今天我是打算给之前买的一些水彩颜料分装 做一个色卡 这样之后画画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我这个分装大概是三年前买的了 但是因为比较懒惰就一直没有做色卡 我现在手上有的这些水彩分装呢 就是分别有两个品牌掺在一起的 一个是美国Graham的 然后另外一种是日本的荷尔白银 我做色卡的方法 像这种圆形的分装 就是按它装合的分布来涂色 把盖子摘下来 描是最容易的 这样会比较好把颜料和颜色对起来 圆形的这种分装 你画成横排或者竖排的色卡 还要再去对颜色就很容易混 所以我就不是很建议做横排或者竖排的色卡 虽然它们做起来会比较容易 像这样可以先用铅笔画一下大概的位置 其实这样画的话一般都不会很整齐 所以需要之后再用防水的勾线笔 重新调整一下整体的位置 画不画白色的高光部分都是看自己喜欢 只是比较好看 所以我就顺便留了高光的位置 其实也可以用留白胶 或者之后再用高光笔做 都是一样的 深色和浅色的部分也是 我是为了看薄图和厚图的效果的差别 不做都是可以的 根据个人的需求来做就好 小文字比较一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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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